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7号星期五 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这五天感觉都像是阳线是吧 只不过周一是低开高走 然后周二然后周三然后周四都是阳线 今天周五 上证指数涨幅0.33% 生成值0.1创业版指数0.18 这也是这周里第一次 在今天上证指数 强过了其他两个指数 其他的时间都是弱的 有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 我们这个金三胖 包括天时选谷里的 价值有选加龙头基因 要比这个金三胖要强啊 我们是建议买这两个吧 那个要比这个强 因为龙头基因就是啊 近期活跃的股 他加了这个基因进去 近期活跃的股 但是金三胖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交易理念的问题 今天上午呢我也提到了 我们如何将一个核心的交易理念 贯穿整个牛市始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疫情终究会结束 你要知道疫情终究会结束 这几天强的 这几天强的和这几天弱的 最终都会用时间去解决 他们会合到 回到合理的估值体系当中 所以呢 这个疫情是一个转点的问题啊 但是我无法判断 现在目前呢 已经出现了点是吧 就是这个数据呢 这个 你看啊 像前两天 新增确诊数据增加20% 新增疑似病例呢 又大幅降低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呢 我们推算呢 还得是周六呢 就这两天呢 新增确诊病例降低了 新增疑似病例又上去了 所以那个 只有今天是双降是吧 疑似和这个确诊都在都在下降 那这数据呢 它不稳定 所以呢 就暂时来讲呢 就是说我只是说 我比较看好下周 开始进入到衰退期啊 下周啊 所以我说 这一两天啊 包括昨天和今天 即便有小的下跌 也没有关系 那下周就进入到相对安全的区域 那么昨天我们又解释了 什么是安全 那到底什么是安全啊 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安全啊 对啊 远离买入区嘛 你买入的位置比它高 远离 越远不就越安全吗 我今天还举例 我说1月4号买入的是最安全 其实咱们现在比1月4号那次买入优势还大 1月4号买入 4月8号咱们又卖掉 然后咱们在底部再接回来 对吧 ABCC点再接回来 这个位置比1月4号买入 那个位置还好 但是呢 我们的记忆不是那样的 那一波已经算完事了 我们就不要再记住了 我们这一波呢 就是在2月4号买入 我们要计算2月4号的成本价 对吧 如果我们在高位卖掉之后再买 那对不起 连2月4号也没关系了 我们要从新的买入价前计价 是不是这个逻辑 但是呢 我跟大家说不一样 不一样 区别在于去年我们就没有认为它是牛市 所以1月4号买 4月8号你得卖 然后再抄 对吧 但是今年我们认为它是牛市 2月4号的买入 可能大概率 或者是有一定的概率 咱不说大概率 有一定的概率 它就成为今年的最低点 我可能不建议大家卖出 他如果真的进入到牛市当中 这个就不建议你卖出了 至少可能就是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全年没有空仓的时候 能理解的答应 我说全年没有空仓的时候 没说一定是满仓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C的低点 有点 有点意外是吧 意外 所以呢 这个我们前几天还是比较担心 它会出现二次探低 但市场很强 上强 这个二次探低的概率在降低 我们不能说再完全没有了 在降低 这就是这一次为什么在第一次 碰触到C的低点的时候 一定要痛下决心入场 我们上次说痛下决心是出局 对吧 这次是痛下决心入场 然后呢 轻易不要交出筹码 下车容易 再上它就难了 你买一个很好的位置 这就是你将来持股的优势啊 这就是你将来持股的优势啊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要从一个大的方向去看待这个问题啊 第二个大家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啊 今天没有突破短期趋势啊 这个差了一点点 差一点点啊 没有过 没过就是没过嘛 第三个 看这张图啊 90分钟线 90分钟线 这个 这个收盘已经代表了90分钟线 序列失效 对吧 序列失效 第二个交易日 第二个周期了 第二个周期了 所以90分钟线已经失效 我们就建议不理它嘛 不理它嘛 周线的顶部 也如果出结构也不理它嘛 对吧 都是不理嘛 好 我们再看这张图啊 这一张图 大家就兴奋了 是吧 我在18年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画了 对吧 画了一张未来长周期的走势预测图 首先我先判断它是下跌的 到19年的1月4号咱们抄地 然后呢 会告诉你第一波行情 跨度很大 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行情 对吧 这都提前一年 我们做预测啊 然后呢 4月8号淘顶 然后我们认为是一个ABC 当时我们判断呢 就是B的高点不超过A的高点 对吧 结果那指数分化了 深层指超过去了 对吧 那么从上乘指数的角度来讲 我们画的ABC 注意啊 就是一个通道 就是A的起点和B的终点 它的连线再过A的终点 能够形成C的终点 你一定要注意这张图的意义 我们在18年12月份画的这张图的意义 甚至影响了2020年2月4号的买入 A的起点 B的终点的连线 再过 A的终点做平行线 能够找到买点 能理解的答应 所以我们判定这个位置会非常安全 就是你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 就很难找到就类似于这样的点 我说的这样的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本来我们都不抱希望走C了 对吧 结果呢 就出了疫情这个天灾这个事 导致呢市场出现恐慌 恐慌呢又导致非力性恐慌 非力性恐慌直接就 一步到位 空间一步到位杀跌到这 但是它有一个大的这个 创架型的基础 是的 但注意啊 我在18年12月份就说了 第一波上升横跨两个跨度 那么当时那个划分呢是三个跨度 然后呢是进二 比方说我们把它判断至两个跨度 往回退的时候是退一个 然后反弹到B 然后再退一个 但是整个来讲它是只退一个的 叫做进二退一 然后再进二 注意啊 这个结论很重要 这是18年12月份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C的低点一旦形成 它应该是再次进二 就是一个大跨度的上升 但是呢 时间会比这波长 这波是一浪 经历二浪调整之后 现在如果再起将来是三浪 对吧 所以时间会长 时间一旦长 我们就要根据三浪的规模来进行判定 但是我们初步判定是再进二 如果特别强的话 是有可能进三的 就是把这个空间就再来一个 然后上面再来一个 就进三了 就是我们初步判断就先判断进二 根据它的时间长度来定 好吧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说的 我们18年12月份就是进二 然后退一 退一是ABC 长时间的退一 然后呢 从C起来又开始进二 注意啊 这是18年12月份做出的判断 现在是2020年的2月份 就是你在没有证明我的判断是错的之前 我们先按照这个判断来 好不好 我们先按照这个判断来 这毕竟是我两年前做出的判断啊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证明它是错的嘛 你先按照这个判断来 因此呢 就是说如果是接二 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上升范畴的话 短期不要太在意一乘一池的得势 好吧 不要太在意一乘一池的得势啊 好吧 另一个呢 你就说这个近期啊 近期很多人都觉得我们 我们的这个买入的金战胖啊 这个天使选股加 这个价值有选 价值有选加龙头基因还不错啊 这金战胖总觉得入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点啊 就疫情到转折的时候啊 你如果现在追短期的热点 可能会出现回落 那些没怎么涨的 可能会出现补涨 所以呢 就是你不能拿一池 就是一时的这个快慢来进行比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昨天说了一个逻辑 就是时间是一个过滤器 它能够把短期 超过它价值范畴的股票拉回 也会把短期低于 它合理的 定价范围的人 股票回升 这就是我们2月4号买入的原因呢 我说 非理性恐慌吗 非理性恐慌 就是它 它不是合理的吗 导致我们能够买得很低吗 如果它是合理的下跌 是没有这种机会给我们的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 我觉得跌回C1的难度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这C呢 是属于可遇不可求嘛 对吧 那既然我们 第一个成功判断 能够买入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18年12月份 得出来的这个 这个后市的一个长周期预测图 竟然几乎是 跟我们画的那个走势差不太多的 所以呢 既然我们不能证明它是错的 我们还按照这个逻辑去进行交易 C就是除了 19年1月4号以外的最佳买点 没有比这更好的 对吧 我18年12月份 一共就画了这个图 这个图上只有两个买点 一个是19年的1月4号 一个是C浪的终点 我们当然现在还不能判断 2月4号是C浪的终点 不能判断 对吧 但是我说了一个逻辑啊 大家再看这张图啊 再把张图传一遍啊 我说了一个逻辑啊 你看这个 这波下来 这波下来的时候啊 他在这个 这条线上 他做了好几次探底 对吧 做了好几次探底 但实际上你在第一次 第二次和第三次买入 空间的风险都很小 那第一波 我也是建议大家超这个底啊 你还记得吧 就咱们超过这个底啊 就空间的风险是很小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他即便不是注底 上去之后 然后再下 上去之后再下 比方说是走成这样 也是12334的 在第一个位置上 买入的风险 仍然是很小的 就这个位置上 我已经判断 它是风险很小的了 那有人说 到第二次 第三次的时候 那很多股票 就要跌得很惨的呀 这个 首先来讲 它是一种假设 对不对 就是现在来讲呢 就是假如说 这个市场在持续的上升 下周 如果再涨一周的话 我们判断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可能性不大 就一次注底了 就这波就有可能形成肩底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太特殊的一个情况 太特殊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就是即便是有二次或三次的探底 第一次的买入 风险 仍然是不大的 而且还有可能没有第二次和第三次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当机立断 碰下决心 然后呢 等着一个横跨两个周期的行情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走出一个横跨两个周期的行情 才有可能考虑减仓的问题 仓位的这个问题 当然了啊 当然了这个 这一波之后呢 还是要以趋势为主啊 就是规则为主啊 现在只是疫情阶段嘛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好吧 能理解的打一 目光要放的长远一点啊 你说你特别追求短期的这个涨幅 但是疫情一旦出现好转的 短期的这个市场节奏 马上就会切换回来 所以到最终 你出去的那一天 不一定怎么回事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时间呢 是过滤器 会把估值不合理的 不管是高估还是低估 回到合理的区间 第二个呢就是 只有在一波牛市行情 把握住最核心主线 并且不换 才是最强大的 这一点你现在不会懂 但是将来有一天 你懂了的时候就晚了 我们在说的很多事都是预判 对吧 预测 预判 分工起在尊明术 确保预测入版图 咱们说周二买 这就是预测 是吧 年前就是预测 结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然后又说周二 周二又说周二开盘 这就是预测 对于未来什么股票涨得好 我们也是有预测 但这个预测不一定是对 但是我刚才说的一个逻辑 是什么逻辑呢 疫情它是个短期行为 长期呢 它是应该是有股线的 那这个主线呢 它这个逻辑呢 原来跟大家说了 你要么就别看好 后面有大行情 如果你看好 后面有大行情的话 那谁最受益 你这个事想明白 想清楚 它不是一乘一池 一时的得失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疫情它会有节奏的 转换的问题 你要顾本 先稳住 然后呢 你比方说你这个喜欢做短线呢 是什么的 我其实不提倡做短线 你可以拿小部分仓位 然后进行对比一下 到底是还会换赚的多 还是说拿住一条主线赚的多 将来好对比嘛 对吧 我看短期很多股票的涨幅 把你们的 有一部分的学员的魂都勾去了 这个不舒服呀 所以做短线就是这样吗 做短线的股票如果跌了不舒服 涨了没有别的股票 涨的多还不舒服 各种不舒服吗 做中间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好吧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答疑啊 15点50分 咱们答疑10分钟 今天咱们文字课的干货还比较多啊 天南海北的聊了很多啊 是吧 就是有些时候呢 就是突然的 我都是没有事先准备啊 都是想到哪就讲到哪 文字课也是这样 没有事先准备啊 然后就谈到这些话题了 不是 注意啊 就是说你不一定就是说 比方说你做证券股啊 或者是做银行股 不一定说是我就持 这两年不动了 不一定是这样的 有的呢 可能这些正向股呢 它就表现的特别异常的好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换 对吧 如果你认为这个 这个 这个正向股布局的有点多了 你也可以布局一些其他的 像天赤选股里边的价值优选 或者是 高这个RE啊 今天玩都一学员们 他把这个RE写成什么 ROF了是吧 我说高UFO 但是仓位实际上是什么 是核心嘛 仓位是核心啊 那么他会有一条主线啊 第一个是成长 第二是价值 对吧 这两天涨的就是成长类的 小盘的 成长类的 价值 我认为是 长时间的 就是说 最终会回归价值 最终市场会回归价值 所以你如果特别看好 这个证券呢 是有问题的 我是让你分仓了 结果你分的 五支六支 十支八支 全是证券 不同的证券 那叫分仓啊 然后呢 就天天盯着这个证券 是吧 又开始出现 我刚才说的 做短线那些毛病了 如果他跌了 细里不爽 如果他涨了 涨得不如别人多 也不爽 对不对 那什么毛病啊 你说他什么毛病 第一是做短吗 第二 中仓了吗 是不是 就是这毛病吗 所以刚才关于大盘的 那段讲解呢 就是说我个人比较看好啊 后面走一个跨二了 跨两个空间 这种大行情 不是小行情 比去年的 一季度的那一 去年一季度的行情 只比它强 不会比它差 我个人判断 那这种判断不一定对吗 我只是说 那如果你有这种判断呢 实际上就是两点 第一个呢 就找到正确的起点 这二月四号呢 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起点了 后面也许又有点 比二月四号更好 但是它有时间轴的问题 就是我先遇到二月四号呀 那遇到二月四号的时候 后面的事我不知道呀 我只能让大家 就是先把握二月四号 后面如果有第二次探体 或第三次探体 到时候再说吧 好吧 它是一个逻辑问题啊 就是时间轴的逻辑问题 找到正确的起点之后呢 还要坚持正确的操作 这个正确的操作呢 实际上就是 真正的强势航行过程中 应该是五股 五柱 持股 它才是王道 不要换来换去啊 不要一会儿减仓了 等下跌 你像我昨天说 我说这个周四周五 如果有调整的话 大家不要担心 然后呢 下周一呢 这个疫情数据出现回转 它会更安全 我这么说有什么毛病啊 我就说如果有调整 你不用担心 你怎么就给它卖掉了呢 那你还让我说话不 关键是你还 还埋怨我是不是 老师你看你说你调整了吗 你刚才没调 你丑死你 好吧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别做踢啊 踢不好踢丢的就太多了 我说多少次跟大家说 做踢是非常不合理的 最愚蠢的方式就是做踢 你看谁身边有做踢能赚着钱的 你告诉我 一百个做踢的能有五个 三个这样的人能赚到钱就不错了 大部分都把自己踢死了 股灾的时候有个做踢的 后悔死了都 就弹那么点小便宜做踢 结果股灾了 舍不得卖吗 后来就卖不出去了吗 树立正确的交易观念 那么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交易观念 是需要大家思考的 你说我说完之后呢 你不思考 当时听课的时候觉得 老师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做交易的时候又又慌了 我说你尽量别打开账户看 你看这两天就好多人就是 就想把账户打开看一看 也不卖他就想看看 但我估计你看的时间长了 你就想卖了 就坚持住 不打开账户 憋住 今天看了五次 行不行啊你们 上证指数 深层指 看哪个 规则还是按深层指 不变 我只是说这个来举例 上证指数 因为他们俩分化了 还是应该看深层指 规则还是按深层指 但是你说如果上证指数 是这么走的 是不是有大部分 就是很多的股票 是这么走的 对吧 因为指数是这么走的 ABC的C吗 券商也属于ABC的C吗 对吧 然后好多了 非印金融 那就不止ABC了 跌到A了 都会跌到一浪起点了 就去年1月4号了 银行是比较强的 对吧 他不是有ABC 他就做深层指 然后其他的呢 就高ROE的 高ROE的 他是比较稳定的 就一般来讲 他上升趋势 你要做短的话 你要特别喜欢做短的话 灵长龙头 做短的能力 是我所认知的这些功能力 最好的 因为他帮你记录 昨天是龙头是谁 前天龙头是谁 大前天是谁 最近的几天龙头到底是谁 我讲过了 灵长龙头的 他的这个功能的能力 是不是 就是你期待 下一个成为龙头的股票 或者是板块 不 记录 过去这几天 谁当过龙头 他们更有可能继续龙头 对不对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但是你没有工具 你怎么记 可是你会发现一点 就是说你可能很快活 做短线 今天买 然后如果涨了 你会很高兴 很快活 做强势股 做热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拿出一小部分 假如说你非要做短线 拿个两成仓 三成仓的 其他的部分 你就做长线中线 然后你对比一下 加拿来你对比一下 你就转一折腾 可能不断点 券商很喜欢你 做生意的给房东打工了 做交易的给券商打工了 你要最终看结果 好不好 老师我分五只可以吗 一只20%的仓位 可以啊 没问题 横滑两个区域 大部分股票 是不是可以至少搬一倍 不会 不会啊 不会 横滑三个区域的话 也 也不一定啊 不一定 这个一般纽市 你你就发现这个15年的纽市啊 就股灾之前的那一波 2008年的纽市 之前的2007年的6124的那一波啊 这些大纽市 包括2009年 股市行情也翻番了 对吧 就是指数翻番了 你观察这三波行情啊 就过去的这十年十多年里 就这三波像样的行情 就指数翻番了的行情 这三波像样的行情当中都是后面越涨越快 初期没那么快 越往后越涨越快 越涨越快 加速 就到中后阶段的时候 那是最快的 涨幅涨势 那都是最快 当然我我期望呢 就是说 能够慢牛吧 慢牛是最最理想的 让绝大多数的人 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 能够获利 今天有人说 老师你说这股市的少数人盈利 然后说一大堆 我说你命题错误 过去的股市不代表未来的股市 中国的股市不代表全球的股市 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 把你扔到美国 你想赔钱都难 那股市一直涨 从六千多点涨三万多点 那你怎么确定中国的A股 不会走出美国的走势呢 你确定吗 你如果真的贯彻了 弄懂了 明白了我所说的大牛市理论 你知道啥结果吗 未来大多数人是盈利的 所以你先有一个错误的命题 然后呢 基于这个错误的命题 巴拉巴拉一大堆 后面呢我都不想听了 好吧 不多讲了啊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